台鐵巴督到南港的三軌化 已經完成了最後一段工程 所以從下個月一號開始 台鐵從基隆到南港的運量 將可以增加百分之十五 而班距也縮短成為八到十分鐘 這代表台鐵繼續朝向捷運化的目標來邁進 至於捷運名聲繫紙線 也預定在九年後完工 十一月一號起 由南港站往基隆的通勤列車 會越來越密集了 因為南港到張樹灣的三軌化工程完工 等於從南港一直到八度 都有三個軌道 提供區間車代幣空間 減少火車塞車也增加運能 南港到張樹灣這段路穿越大坑溪 隧道離河床只有1.5公尺 工程困難 因此短短2.2億公里就花了超過五十億 蓋三年才完工 不過台鐵捷運化之後 跟馬英九總統承諾 一定會蓋的捷運名聲繫紙線 功能會不會重疊 出席通車典禮的馬總統也特別澄清 馬總統表示民生繫紙線去年行政院早已核定 因此還是一定會蓋 而目前基隆到台北的通勤人口只有百分之十八 搭乘台鐵 他也要求台鐵除了硬體建設 也要提升軟體的服務 增加搭火車通勤的比例 記者林中午林志堅台北報導